好更多的国际讯息 不是这么大新闻的 我们就用Google Trends来搜寻看看 诶果然每个国家的这个热搜的想法不太一样 我们把这个镜头转到美国 来请心意帮我们分析 好美国登上的热搜呢 是这个TikTok上面非常知名的一只八哥犬 他叫做Noodle 那他为什么会这么红呢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他是以 预测美日运势的影片闻名 那这个美日运势可以分成两个 一个是有骨日 一个是无骨日 是这个骨头的骨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他的Noodle的主人 每天早上都会把Noodle先从床上抱起来 那如果他软啪啪的就是趴回这个床上 那今天就是五骨日 五骨日的话就是建议大家不要冒险 不要做有风险的事情 但是如果反之把他抱起来 他是站着直挺挺非常有朝气的话 那今天就叫做有骨 是可以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 或者是大胆的冒险 那当然这非常可爱的预测法 也吸引很多的粉丝 但是会登上热搜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 他的主人最近证实说这个Noodle他已经过世了 然后是14岁 在14岁的时候过世 他主人当然也是非常难过 很多的粉丝也是非常的不舍得 那他主人也说其实9月的时候 他的身体状况就不是很好 然后又一直履行的状况 所以可能多种因素加在一起导致这个Noodle过世 好接着我们来看英国 同样我觉得也有一点蛮难过的 因为我们希望他真的是赶快好起来 他其实跟这次世足赛有一点相关啦 因为他也是过去的这个国际足球 把他称为球王 足总把他称为球王 他叫做比利 那这位巴西圣保罗媒体呢 他们其实在周六就报道说 82岁的足球传星巨星比例 其实对于化疗已经没有任何的反应了 然后现在被送入安宁病房 所以应该是几乎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上面 不过在这个世足赛热战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传出说他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而且有病危进入加护病房 不过家属都是驳斥了相关的这个说法 那他的身体状况其实在过去就已经 在大概2000年的时候 就已经传出一些问题了 那他在去年9月的时候 动过这个刀切除了结肠肿瘤之后 都有定期的到医院来接受治疗 那因为他82岁了 所以我想他的年纪可能大到 已经比较没有办法 像就是年轻人这种完全的 就是去抵抗病房 对所以他身体的状况是越来越差 好但是像这个卡达世界杯比赛场地 有一个是这个哈里发国际体育场 他旁边有一个阿尔发塔 他们上面有巨型萤幕 其实也有显示这个比例身穿他的十号球衣的画面 然后祝他早日康复 那他的IG上面其实过去有传上这个卡达 帮他点灯的这个照片 然后他自己有写说就是自己坚强 然后充满希望 但这应该也是他的家人帮他在发布 不过我们真的很希望他赶快就是回归到健康的生活 对 他也是有大批的粉丝就是在帮他集气的 对对对大家一起帮他集气 所以这是英国的热搜话题 好那接下来日本热搜话题呢 同样也是这个世界杯 真的是世界各地都非常的关心 就是刚刚一轮前面有讲到的 世界杯除了冠军的球队可以拿到这个大力神杯之外 再来很多球星非常希望可以得到的就是所谓的金靴奖 当然就是你进了最多的球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金靴奖 在整个世主赛结束 那刚刚有讲到现在目前最高分的是这个法国队 非常年轻的前锋姆巴佩 对他这个在5号的时候又再踢进两球 然后帅着他的队伍16强以3比1击败了波兰 然后持续朝着这个卫冕之路来迈进 那他今年呢其实刚刚有讲他才23 24岁左右 那他其实这个姆巴佩也是在本届卡达世界杯 目前进球最多是5颗球 所以高居乐进球榜的第一名 那第二名的话呢则是踢进3颗球的球星 那当然就非常的多了 包含阿根廷的梅西、荷兰的哈克波 还有西班牙的莫拉塔等等 那另外其实还有这个厄瓜多的瓦伦西亚 他同样也是进了3颗 但是因为这个厄瓜多已经遭到淘汰 所以看起来这个瓦伦西亚他就比较无援金学掌了 毕竟已经有人踢进比他多球了 对所以现在他是最有可能会拿下 所以看后续发展如何咯 好我们接着来看南韩的热搜 其实南韩热搜就是烟泡菜啦 这个很熟悉耶 为什么是热搜呢 其实还是跟他的价钱有关 我们现在11月12月了嘛 他们从11月开始就是韩国烟泡菜的一个季节 不过根据他们的数据显示哦 其实他们的20颗白菜价格 现在是20万8千韩元啊 不是台币有吓死人 还是很多 对但台币大概是4895元左右 但是跟他们去年同期比起来是下降了12.8% 诶这幅度算蛮大的哦 那其他烟漬泡菜的主要商品也有降价的趋势 像是萝卜啊也减少了这个10%左右 然后洋葱香葱等等也都是减少12%左右 那韩国的农水产食品流通公社就说 因为最近物价虽然上涨严重 但因为烟漬泡菜的食品供应无余 所以价格就下降了 那当然就民众买的这个情况 就可能没有到那么激烈啦 所以因此韩国人还蛮重视这个泡菜 对这算是他们一个传统 就是生活形态嘛 所以他们就成为了热搜话题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香港哦 香港登上热搜话题 同样也是最近非常多这个娱乐关心的 对亚洲国家应该都蛮关心的 就是汪小飞 我们知道他跟大爱子离婚之后 新闻也是蛮多的 还有张岚也是新闻 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来看为什么登上热搜 因为主要就是呢 最近张岚跟汪小飞他们宣称说 大爱子他们名下的两栋豪宅 都是汪家付款购入的哦 不过其实呢大爱子随后就马上晒出这个汇款证据 嘲讽前夫是爱心绝罗汪 负责挑选豪宅 然后费用都是老婆来支付 当然意思就是驳斥了他们的说法嘛 那王小飞当然也是要反击的嘛 他就自曝说他是靠卖化赚了钱 然后汇款给大爱子付这个房子的首付款的2亿多台币哦 然后直到S Hotel成立之后才改由酒店的账户来把这个款项付完嘛 那当然一度是汇款困难 才跟大爱子周转了2600万元 还写下借条成为证据 不过呢 汪小飞在秀出离婚协议 还有大爱子拿他的信用卡购物的这个记录之后 但是他却迟迟拿不出他的汇款记录 就是他说他宣称他汇给大爱子的这个钱 他拿不出来 所以大家其实也是物理看花哦 不过如果我们先来讲 先不管这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假设汪小飞讲的是真的 那他可能就已经违法了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他们说中国的外汇规定是 每个公民换汇的额度是5万美金 那他刚刚讲的是这2亿多台币嘛 已经超过了嘛 那第二如果是他是用卖化来换钱 然后再用公司的户头付这个2亿台币的房贷的话 那等于是他这个境外投资用在个人之材 有逃漏税的问题 所以也是违法的行为 所以其实现在汪小飞是非常的尴尬 他有点骑虎难想 因为他没有汇款记录的话 就等于是他没有办法打脸大爱子说 他是真的是他付的钱嘛 但是他如果拿出来的话 就可能会陷入牢狱之灾 所以他非常的关心这样 所以这对家偶变怨偶 真的是还牵涉到法律战争 所以到底谁最后会赢呢 我觉得还是要继续看下去 还没有完截篇啊 好我们接着来看台湾 台湾的热搜话题就是我们的 这个金小胖 金正恩 他怎么了 我觉得他蛮残忍的 你看我们这一个新闻 这个下面的标题就写说 因为播了南韩的电影 所以这个金正恩下令 猝死两名高中生 这个应该是我前所未有的 对 但是北韩就真的好像很多类似的事 之前也是说他们就是对于南韩各种东西 不管是影剧或什么这些都是完全禁止的 这非常可怕 因为他其实已经下令公开处理了三名高中生 那其中两个就是散布寒流的节目嘛 那还有另外一个是杀了继母而判刑啊 那为什么会散布寒流节目就会被处死呢 这跟这个北韩有一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反对反动思想文化法有很大关系 他们是禁止这个外部非法传入的影视啊 那如果犯下了此条的话 你可能会到政治犯的收容所 那严重的话就会死刑 可见这两位高中生十六十七岁 他们认为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直接是猝死哦 那我每次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就想说哇他爸妈妈会不会觉得 哇真的是生错国家了 因为这个不会到很夸张的程度啊 怎么会这样子呢 好当然他们就说 其实这个有一个目击者说 当局是把三个这个学生示众 然后当场宣判死刑这个判决 然后就执行枪决了 感觉有杀鸡儆猴的意味 有一点这个感觉 而且感觉很像回到什么中国历代皇帝 就调到武门啊 就会让他觉得哇到十至今日 还有这样子的国家啊 所以看出来他真的是蛮凶残 我们这个照片选得蛮好的 他的眼神非常的锐利 所以这就成为了台湾的热搜话题 好那接下来看到新加坡 新加坡登上热搜的是哈克伯尔 就是他是一个荷兰的前锋 那他在世主战的时候表现非常的亮眼 当然了这个身价也跟着水涨船高 还成功吸引到英超曼莲的注意力 他们就想说传出有意要牵下他哦 不过他当然对于听到这个消息 他也觉得说哎呀谢谢大家赏识 非常的受宠若惊 不过他现在还是想要先专注世界杯 那等到世界杯结束之后 未来的去向如何到时候再来决定 不过他的队友叫做这个范黛克 他就说其实这个曼莲 根本就跟皇家马德里 是不在同一个水平上 他认为说这个哈克伯尔 好像应该要待在皇家马德里 对他来说才是比较好的 认为说这个英超这里 可能没有办法就是让他成长这样 所以觉得说这个哈克伯 应该要往更好的目标去迈进 所以也登上了热色话题 对啊确实你看我们的Google Trend 早就预测过 这个世界杯一开始 几乎所有都是满满的足球风跟足球热